從去年的六月受傷之後 到開刀之前 其實每天睡覺大概都會醒來一到兩次 你說要輕易的去結束球員生涯的話 我覺得其實這是一個蠻大的決定 既然都已經受傷了 那再嘗試看看可不可以再回去一次這樣 那如果真的不行 那或許就是可以利用這些經驗 可以再給下一代的人 然後讓他們知道說怎麼做 可能就是會有更好的選擇 台灣首位從日本職棒轉戰美國職棒大聯盟的 旅外投手陳偉英 2022年6月離開日本職棒板身虎厚 9月29號表示自己於7月底進行肩膀手術 目前正在進行復健 在去年受傷之後 然後一直做復健 投球就一直覺得不是沒有辦法達到自己的一個要求 日本的醫生跟美國的醫生其實都有說 就是如果是做最好的選擇的話 應該是開到會比較好這樣子 那那時候其實被釋出之後就想說那就開吧 因為繼續這樣丟下去 我覺得投球都一直的感覺其實都一直沒有好過這樣子 陳偉英的棒球成就 無論是每日值通算96勝 在大聯盟累積1064.2投球局數 與846次躲三陣都是台灣棒堂第一人 不過37歲的他仍決定開刀解決肩傷問題 你說要輕易的去結束球員生涯的話 我覺得其實這是一個蠻大的決定這樣子 那因為很多人就會覺得說就是以到就是自己的這個 不管是年紀還是球員的生涯來講的話 其實沒有特別說一定要達到什麼樣的程度 既然都已經受傷了 那再嘗試看看可不可以再回去一次這樣子 如果有那當然就是自己會有更多的東西可以做 可以讓後面的人知道說就算受傷了你還可以怎麼做 自己經歷過了那如果真的不行 那或許就是可以利用這些經驗 可以再給下一代的人然後讓他們知道說怎麼做 可能就是會有更好的選擇也說不定 不用到我現在這樣子然後才才在後悔說 我當初怎麼沒有先決定這樣做 然後都一切都太晚 就像陳偉英常提到的座惡民 一生懸命是他義無反顧投入棒球的態度 雖然肩傷復健不易 相信他會再度回到熟悉的投手球